你好,欢迎收看5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3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达到64,972例 新增了41例本土病例死亡个案 而花莲新增了1,008名确诊 花莲县府在记者会针对花莲疫情做说明 并呼吁乡亲预防新冠肺炎重症 或者死亡最好的避免方法 就是踊跃接种疫苗 花莲13日新增1,008例确诊个案 疫情当前花莲县府呼吁乡亲 平日可先预备相关日常生活医疗等用品 并提到5到10日到效施打率完成22.9% 9日启动11乡镇卫生所进驻村里施打疫苗 截至13日上午统计 接种率仅6.4% 那我们从5月5号到5月10号 那我们的有慈祭医院门洛医院 还有13乡镇的卫生所 进驻到我们的校园 为国小学生施打 那已经完成了 那总共的施打率是22.9% 那大概还不到四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强 那是我们大概目前的总施打率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就是国中 高中的这个BNT的第三季 那以及在未来 还有国小生的这个BNT的疫苗接种 我想我们都会跟我们教育处一起合作 那希望能够尽量来协助 我们的学生能够完成疫苗的接种作业 那另外呢 在我们这个从5月9号开始 就启动13乡镇的卫生所 除了我们花莲试验机爱乡之外 这个11个乡镇的卫生所 进入到每一个村 每一个里去做疫苗接种 那当然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中 那到今天早上为止 到今天早上为止 第一剂 完全没有施打的人 我们花莲试验机 第一剂完全没有施打的人 是7161人 那这7161人 经过我们这样子跑了 之后呢 就是这些地方 一共有7161人 是没有打第一剂的 那今天我们这样 入村入里去打 只接种了45060 那接种率是6.4% 那其实接种率真的是还蛮低的 我们2月份调查的时候 调查15000多份的 这个第一剂都没有接种 65岁以上第一剂都没接种的人 然后他的意愿 然后他的原因 那我们回收13636份之后 他的分析跟调查 但真正因为交通不便 而没有接种疫苗的比例 只有0.7%而已 所以绝大部分还是对疫苗 本身负作用或是不信任等等的因素 那在这边还是跟我们呼吁相亲 那或许你听到很多 对疫苗一些非常不正确 不精准的一些讯息 那但是我在这边还是告诉各位 预防这个Omicron 变成重症或死亡的 最好的方法去打疫苗 最好的方法去打疫苗 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相较2月的调查发现 除了少数因为交通问题 多数为施打民众 对疫苗不作用或不信任感 为主要原因 并再次呼吁民众 避免新冠肺炎重症或死亡 这好方法就是踊跃接种疫苗 才能保护亲友也保护自己 记者长邦叶华理事报导